同學是我們四年級的學生 那他從二月中旬開始 進入了一整年的實習 那當然在實習的過程裡面 就有感受到實習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也造成一些情緒上面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四月中旬的時候 有提出這個停止實習的這個要求 那我們當然就依據他的一個狀況 那就准與他停止實習 那目前是停止實習的第二個月 所以目前他是不在校內的 而且他也不是在實際醫院實習的一個狀況 因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以前都沒有相關的一些照顧互動的經驗 可是到了醫院以後 除了要實際的照顧個案之外 還有作業的部分 還有一些考試測驗的部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和市民實習的報道 靜民優